马来西亚南北大道发生恐怖车祸 一辆罗黎疑似因为暴胎失控 猛撞另外一辆罗黎和长途巴士 造成了三死九伤 而另一方面 吉隆坡也因为车子失控酿成车祸 夺走了两条人命 南北大道森美兰州的芙蓉收费站附近 发生恐怖车祸 一辆罗黎在昨天下午三点 因为暴胎失控 撞过公路分界堤 冲进反方向车道 还猛烈撞上反向车道的 另一辆罗黎和长途巴士 失控罗黎的车头几乎被撞扁 罗黎和巴士司机双双丧命 一名巴士乘客当场死亡 事发后 南北大道双向车道严重堵塞 救援人员也立即赶到清理现场 吉隆坡五级加利尔高速公路 也发生了致命车祸 一辆汽车失控撞上另外一辆汽车 造成两人死亡 两人重伤 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 失控车辆是冲入了反方向车道 在迎面撞上另外一辆汽车 才酿成惨祸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